嗨,欢迎收看最有感觉,我是杨阳 泰国素食节源于中国,在英历的九月举行 信徒们相信素食节以及相关的宗教仪式能够进化其身心 这也是泰国普吉岛一年一度的大型活动 发源自19世纪外国移民,中国血统的居民开始为期十天的宿宅 当地的中国寺庙举行庆典活动和游行,是信徒们的盛大节日 泰国的素食节又叫九皇斋戒节 大佩信徒涌入普吉岛参加素食节庆祝活动 信徒们以用力气在身上穿孔的方式,彰显对神灵虔诚的信仰 并认为这种行为可以净化他们的身心 九皇斋戒节期间,人们吃素九天 华人较多的地方还会有潮州戏表演,以及这种恐怖的神仙上身的表演 当天,大街小巷到处都是卖素食的店面 中国庙里香火鼎盛十分热闹 最惊艳的应该是身体穿孔表演了 据说,这些人被神上身了,所以并不觉得痛,也不会流血了 他们有的在上唇穿上两把剑 有的用铁签穿过腮帮子,再在上面插几朵花 还有的光脚踩在烧红的煤炭上 零零总总让看的人不寒而栗 他们摘掉这些以后怎么吃饭就不得而知了 据说,穿刺在脸上 因为这些部位有很少的神经和组织 加以麻药和止血药 就像穿耳洞一样,不会多痛,也不会流血 宗教信仰者用剑刺自己 用尖锐的东西弄伤自己的脸颊 或者其他的一些痛苦的行为 目的都是在神灵面前洗刷他们的罪孽 最有感觉让旅行更好玩 下期不见不散哦 宝宝